好 工作真的不好做 主机处现在还公布了 最近的薪资变化调查 台湾上班族的平均月薪 是44443块 而这个呢 已经是这几年来的新高数字了 不过如果仔细来比一比的话 这个数字比起金融海啸前的 国人平均月薪 其实只加了6块钱而已 而6块钱在物价飞涨的时候 可以买什么呢 答案是连一颗茶叶蛋 或者是一瓶养乐多都买不起 对 目前没有 10瓶啦 所以有涨吗 有啊 薪水终于涨一点 不过到底涨多少 答案竟然是6块钱 主机处公布最新薪资变化调查 1月的失业率4.64% 比前月降了0.03个百分点 台湾上班族去年平均月薪 是44443块钱 已经是近年来的新高记录 比起金融海啸时期 还多了2254块 但是事实上 如果跟金融海啸前的国人薪资相比 这个平均月薪 竟然只多了6块钱 平均月薪只涨6块钱 我们现在就走进超商看看你能买什么 茶叶蛋 不过很可惜 一颗要8块钱买不起 王子面一包8块钱也买不起 啊有了小条的巧克力只要5块钱总算买得起了 实际当你走一趟想要买最便宜的东西 不过月薪只价6块钱还真难买 来看看现在的物价 茶叶蛋一颗8块钱 养了多小小一瓶也是8元 素食面最便宜的也要8块钱 以现在的物价水准 钱真的变得好难用 也难怪政府公布的数字很漂亮 民众还是觉得日子不是那么好过 中天新闻正好凡蓝亚听采访报道